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今个星期日中年好声音 终于来到总决赛了 今天将会在电视城一厂现场直播 比赛会分两大部分 首先六强选手 选唱一首慢歌和一首快歌 得分最高的三强直接进级 欠缺最后的冠鸭桂 大家记得准时八点半收看 今天官方发放新闻稿 跟大家盘点中年好声音最后六强 到底哪个是网上人气王 根据TVB仲藝的YouTube Channel 截至昨天早上九点钟的网上数据所得 综合六强选手过往演唱歌曲的观看次数 点击王头三甲顺序是吴大强、龙婷和颜志恒 吴大强个人单曲和合唱歌曲 总观看次数突破415万 当中浪子心声有48万 这一集吴大强首度solo献唱广东歌 出动了吹口琴、口哨等秘密武器 表现抢眼之余都得到好成绩 情憑瑞来丁初队和昆都昆都昆都 观看次数同样超过46万 共有三首单曲突破45万的观看次数 官方形容是中年点击王 点击王第二位龙婷 她的个人单曲和合唱歌曲总观看次数 是有270万的 擅长唱小调的龙婷 近几集接连有突破 包括唱广东歌、玩rock、跳舞 很期待以总决赛的演出 会不会有什么新的突破 至于点击王的第三位是颜志恒 她的个人单曲和合唱歌曲总观看次数 是260万的 当中一首歌一个故事就有61万观看人次 更是所有参赛者单曲里的冠军 另外颜志恒和吴大强合唱的总有你鼓励 获得63万观看次数 成绩都相当不错 至于中年好声音最多人看的演出片段 吴大强、李佳、龙婷、凤之豪和应得荣合唱的 今宵多珍重 是有66万观看人次的 中年好声音有两位参赛者都越唱越强 包括李佳和罗启豪 歌唱导师李佳比赛初期的表现不算很突出 飞天爷爷更加担心过他中段会出局 谁知后来突然之间发挥他的小宇宙 最终以累积排名分数最高分的姿态 杀入六强 而中年好声音里的最强黑马有罗启豪 比李佳更加慢热 咬字清楚是罗启豪一大强项 得到不少评判的欢心 更加是唯一一个两段MVP的选手 周吉佩可以说是实力偶像派 曾经入行当歌手 亦都是六强里面最年轻的参赛者 比较活跃在社交平台 不知道会不会对于网上投票更加有利 但暂时看回网上投票的头三甲分数 暂时未见有周吉佩的粉丝真的要加把镜 之前提及过 总决赛当晚六强选手 是要先选唱一首慢歌和一首快歌 慢歌非天人也觉得 他们个个都不成问题 反而快歌的环节 我对某些参赛者是有点担心的 先说下其中一个大热 李佳 李佳做过乐队的主音 曾经玩过Bossanova 加上他给我的感觉是有点洋化的 但一些节奏作品应该都难不了他 同样是唱Bossanova很出色的吴大强 又唱过摇滚 看他也是玩得之人 相信这部分应该都难不了他 最近刚好在香港电台听了龙亭的访问 好奇上youtube搜索他的旧视频 看到他跳唱风鸟 原来龙亭跳舞是很厉害的 不过那段影片里 龙亭唱歌方面有点吃力 希望如果总决赛里面 他会比热武的话 唱歌方面就要留意一下 至于六强里面最年轻的周吉佩又怎样呢 他的歌路一直都很阔 所以这部分我就不太担心他 反而顏志恒和罗启豪这两个 我就有点担心了 顏志恒会不会选择摇滚的作品呢 但是摇滚的作品那些放 和所谓的摇滚精神 尤其是后者 向来都是评判很着重的一环 希望他能捉到当中的神髓 说到他好像真的会唱Rock 因为飞天的东西都不太明白 什么是摇滚精神 所以我都说不到了 比顏志恒我更加担心的是罗启豪 罗启豪唱快歌到底是怎样呢 在我心目中 他六强里面是最文静的一个 可不可以唱到快歌的节奏感呢 会不会很驱促呢 希望到时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不过这样说 现在的快歌定义 有时都挺模糊的 有些所谓的快歌 在我心目中 其实是一点都不够快的 如果罗启豪当晚 选了一首较为中版小小的歌 会不会容易一些 行动呢 真不知道 所以很期待了 去到决赛前夕 无线的施梭先 请了曹敏寶 和梁浩泉 落区做街坊 亲身测试下 六强选手里面 哪一个人 是获得的撑指数最高 最终 周吉佩 颜志恒 和龙亭 暂时看来 最受街坊欢迎 另外施梭先 更加访问了街坊 最想浮 四大固定的评审里面 哪一个 想知道最终的答案 留意一下这个思索 应该今晚 就会播出最新的片段 錄到中途 突然之下雨 刚才听到有些 叭叭声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话说的 有 来我另一个channel 是这样的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 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见到 记得订阅 哈啰 我是非天爷爷 一个写小说 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画画 听歌 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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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度需要存在感 和今次的车角 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订阅我channel 然后按下这个铃铛 下一次更新的话 就会通知你 最好帮我share 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 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